從新北市長朱立倫手中接獲獎座 為了提升原住民經濟所得 新北市原民局頒定新北市政府所屬 機關學校採購原住民產品獎勵要點 希望鼓勵市府所屬的機關和學校 確實執行政府採購法等相關的採購規定 要和原住民族企業合作 提高原住民族就業的機會 我們有許多原住民族機優的廠商 所以我們就透過府內各單位的一個 對各單位的鼓勵 然後來促進各單位來採買原住民族的 這個產品跟商品 此次透過這樣一個頒獎的機會 讓大家用一個採購的成績 來了解對採購原住民族的這個產品 能夠獲得這樣子的一個肯定 這次評比的機關區分為 加以丙丁四組包含業務 幕僚二級機關以及學校機關 並且以採購原住民產品的總金額 進行評比 這次分別以環保局人士處新莊區公所 以及關華國小拿下各組的第一名 各個機關採購的項目很廣 從搬家 清潔 消防 旅遊產業 都能夠和政府機關來合作 像我們一般的學校他們會採購原住民產品 基本上有說像學校辦理所謂的 校外教學或是一些旅遊活動的話 我們有在新北市也有一些旅行社 是由是由原住民來經營的 那他們也是都會來向這些旅行社來洽巡 然後尾由這些旅行社來辦理 其實我們各政府機關部門在採購原住民產品 的部分 其實像我們的環保局 他有關本 全新北市的一個環境清潔部分 他就可以委託我們新北市的 所謂的一些合作社 原住民的合作社來辦理 那像我們各機關有所謂的一些需要搬運的 一些工作的話 也都會違給我們新北市的原住民搬運 勞動合作社來辦理 新北市原民局表示目前新北市統計的原住民商家約有兩百三十八家 政府立案的團體有六十八家 根據一百零一年度的新北市各所屬機關學校的統計結果 今年採購的總件數有六百六十筆 採購的總金額約是新台幣的二點五億元 是從九十一年度開辦以來合作金額最高的一次 也希望透過這樣的合作除了提高企業所得 也鼓勵政府機關善加與原住民族企業的合作機會 記者等另外阿利夫新北市板橋採訪報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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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